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一下 纸牙、铁针、花圈疗法 第一个是胃炎 名称是胃炎 对吗 那意思是什么 当然脾胃有问题 脾胃有问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 第一个是吃饭的时间 需要一定要规定规律的吃饭 那这样的话 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想吃的时候吃饭 不想吃的时候不吃饭 还有有空的时候吃饭 没有空的话不吃饭 这样暖气八糟的吃饭的话 随便吃饭的话 结果怎么样 胃炎或者其他更严重的病也开始的 所以一定要准时时间吃饭一下 还有第二 不要太多的吃东西 需要好好控制自己 如果你经常过饱的话 脾胃怎么样 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容易开始各种各样的脾胃有关的病 所以好好控制自己 不要吃过饱 好吗 还有不要太晚的时间吃饭 一般来说六点或者七点以后吃饭的话 我们的脾胃负担非常大 所以之前早一点吃饭一下 那一般来说这样改善生活习惯的话 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慢慢慢慢恢复 所以尽量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下一个是耳鸣 耳鸣也是很多人得了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声音 但自己听得到很大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也很不好听的声音 所以真的很受不了 而且如果严重的话 平时一起聊天的时候 也是听不到对方的说话 所以真的很痛苦 睡觉的时候也是影响到睡眠 睡不着 即使耳朵里面有很大的声音 所以睡不着 那耳鸣是为什么发生呢 基本上下一个是呕吐 或者运吐 都是吐 我们吃饭的东西吐起来嘛 那意思是脾胃息息相关的 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脾胃 还有其实我们吃的东西是 从上面进去 然后往下去 这个是顺势的方向 但这个吐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逆势的方向 所以如果一个病是 原来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方向反过来 让它逆势的方向去的话 意思是下一个是前列腺正胖大 前列腺是心脏差不多一体 为什么呢 前列腺就是心关系的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个地方 那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想心关系的话 怎么样 一定要爱对方 喜欢对方 那才可以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喜欢他 或者怕他 可不可以呢 不行 不想做对吗 那意思是 下一个是皱骨神经痛 这个意思是皱骨 就是我们的皮股通过臀部的一个比较大的神经 就是皱骨神经 这个神经有一点压迫或者发炎的时候 这样痛 那意思是什么呢 没错 你的皱骨有一点外了的意思 而且这个皱骨的意思是 骨盆的一部分 所以需要看看骨盆 骨盆是不是外了呢 那需要调整 而且骨盆旁边是骨关节 骨关节也有问题的话 骨盆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骨关节也需要看看 那到底是为什么他们这样歪了呢 如果周边这样有问题的话 意思是你的下一个是慢性鼻道眼 鼻道就是鼻子有关的 那鼻子呢 鼻子进去 有什么东西呢 气道 气道进去的话怎么样 支气管 那更进去的话 我们的肺 最后的地方是肺 那意思是鼻子是肺的一部分 所以一定要治疗肺 还有鼻子是我们诊断的时候 在哪里呢 下一个是牙齿痛 牙齿是很多个对吗 所以意思是全身息息相关的 很多人觉得牙齿痛的话 我刷牙都比较懒 所以这样牙齿痛了 这样想 然后更认真的刷牙 但其实是大部分的牙齿痛 还有穷牙都刷牙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吧 如果这边牙齿痛 重压 那你刷牙的时候 这边的话 你没有刷牙吗 应该不会吧 这个都一起嘛 对吧 但为什么只是在这里 重压还有牙齿痛呢 所以意思是 刷牙还有牙齿痛 不大关系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全身 其实是 整个牙齿 都是我们的五张六幅 还有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器官 连接的 然后固定的作用 我们的全身都固定的作用 平衡的作用 就是牙齿的一个功能 但如果 比如说 你的心脏不太好的话 牙齿当中 你的心脏息息相关的牙齿 容易坏了 容易痛 容易重压 所以最好是 好好诊断一下 全身 然后治疗根本原因 牙齿怎么样 自然而然恢复 那今天的话 我们简单治疗的方法 一起学习一下吧 首先 下一个是鼻子感冒 感冒 就是肺有关的地方 通过呼吸 来感染的问题 所以 一定要治疗 肺 还有其实是我们呼吸 这个两个动作是 一个是吐气 吐气就是肺有关的 但吸气是 肾脏有关的 所以 如果你得了感冒 肾脏也受到影响 所以需要治疗肾 还有 鼻子感冒 鼻子有关的 我们整段的时候 鼻子是 脾胃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 这篇真有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200篇的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声音乐 声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